全球Nits Radio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欢迎您锁定观点会客室 我是陈伟 这个节目是由台大风险中心跟Nits Radio所共同制播的 最近呢其实盘踞在头条焦点的 大概就是莱猪即将跟着它这个含残留量最高的内脏 都在明年的元旦要开放全猪的进口 那这个引发了高度的关心 其实呢食安议题 我们还有选择要不要购买和要不要吃的权利 可是空气污染 其实不分贫富贵贱 大家都需要不断地呼吸着那一口气 WHO的报告其实很早就指出来了 长期暴露在空气污染当中 不只增加肺癌呼吸道疾病 其实也增加了心血管疾病 这一种有致命风险疾病的罹患的几率 而甚至也提出了相关的报告 全球一年估计有七百万人 甚至更多是因为空污的问题而死亡 台湾在对抗空污 争一口新鲜的空气的努力 其实最近几年一直有在做 但是努力的方向对不对 有没有什么是我们还有所疏漏的 这是今天惠客室要为各位邀访专家来请议的 我为大家介绍在惠客室今天的来宾 他是来自成功大学环境工程学系的教授兼系主任 我为大家介绍吴逸玲教授 吴老师您好 您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老师您的这个专长呢 其实您长时间研究就是在 这个成本跟效益的分析 来作为我们政策 要做的是那么多啦 但是总有个先后次序 那我首先要请教老师的是说 请问台湾的空污的主要来源 有哪几大块 OK 所谓台湾的空气污染的来源 首先应该要先澄清一个 就是我们把分了好几个空气污染物 那这里面有一个大家最近几年最熟悉的 叫做PM2.5 或是说所谓的细型物为例 那除了这个以外呢 其实影响到我们健康的 还有另外一个臭氧 或甚至有一些其他的污染物 所以我要强调的就是 台湾的空气污染里面呢 除了PM2.5 还有一些其他的污染物 也是需要大家一同去关注的 尤其是等一下如果有机会 那再跟大家介绍一下 臭氧的一个议题这样子 OK 所以听起来这个 我们空气污染的主要污染物 PM2.5大家很熟悉 所以这几年其实 如果以全国作为范围 它有下降的趋势 但是您刚刚谈到臭氧 这一块 大家不太常在报章杂志看到 它有居高不下降的情况吗 对对对 那个主持人讲得非常的清楚 过去这几年 大家对这个细线威力 或PM2.5都很关注 那从实际的现象 也发现到 它的浓度 或是说它一些超过空气品质 不良的比例 其实是有很明显的下降 尤其在过去这四五年来 非常明显的下降 那臭氧这个污染物 可能因为大家就没有去 太去注意它 所以它这几年来 几乎是没有什么变动 就是上上下下这样跳动 那有一个数据其实很好玩的 就是说我们现在大家 环保署会跟大家介绍 所谓的AQI 也就是说跟大家讲说 今天的空气品质好不好 空瓶指标 对空瓶指标 那空瓶指标里面 我们的PM2.5超过100 就是空瓶不符合的比例 其实是逐年的下降 那在去年 已经降到比臭氧还要低了 ok 就是说臭氧基本上在去年的 全台湾的这个造成 空气品质不良的比例 已经比PM2.5要大 那这个趋势 以未来几年来看得到 应该会还是会持续是这个样 就是PM2.5持续下降 那臭氧呢 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动 那臭氧这个污染 会造成你有什么样的感觉 其实最简单的就是 如果你出去慢跑 然后你会觉得 眼角膜一直流眼内 然后喉咙很干 那个大概都是臭氧的 所造成的伤害 所以它其实 也是有健康风险的一种物质 虽然就是现在气候变迁 大家想说什么臭氧层 臭氧层很重要 但是这个臭氧在我们 如果进入到我们的生活 其实是会对人体 有健康的影响的 这个这一点我稍微解释一下 臭氧层谈的臭氧是离地表 大概差不多10公里以上的 平流程的臭氧 那我们希望那边有臭氧留在那边 因为它留在那边会阻隔 那个从太阳来的紫外线 我们希望那边有臭氧 可是我们希望我们的生活空间里面 臭氧要减少 对啊我们现在谈的臭氧是离地表 大概一公里的人生活 换了这个臭氧 OK 那这真的是我们接下来 其实应该要被关注的议题 因为我几乎没有听到任何的管制措施 在谈臭氧 对啊因为过去几年 大家都很关注PM2.5 然后就忽略掉了臭氧的这个议题 它的来源在来自什么 是工厂吗 还是移动污染源交通工具 臭氧它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 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生活这个范围 就是离地表这个一公里面 看到的臭氧 几乎99%以上都是有缓印形成的 也就是说我们不会排放臭氧 哦是这个意思 对我们排放出来是 它有两个污染路 一个是淡氧化 一个是碳氧化 是 然后这两个在空气里面 大家可能有时候会提到 什么叫光化学反应 OK 这个就是在这个经过反应之后 它会产生出臭氧出来 是是 老师我们常常在这个许多的场合 听到您做的一个 其实常被引用的一个报告 那就是说全台前五大的PM2.5的排放源 因为老师你一直说臭氧臭氧 可是因为这个PM2.5 它已经是一种被联合国列为一级致癌物 换句话说 也就是我们一呼吸就会接触到的致癌物 所以我还是要来替听众朋友问一下 这个五大来源 我们过去有去分析 台湾大概影响到我们台湾本岛内 造成影响PM2.5的影响的 那几个来源里面有包括大货车 然后餐饮业的油烟 然后电力业 然后甚至我们一些道路的阳城 跟小自客车 所以说它这个前几大来源里面 也包括大家所熟悉的工厂 尤其像电力业 那也有包括可能大家比较少去想到的车子 车子里面有包括大货车跟小自客 还有包括一个可能在你生活周遭里面 你忽略掉的就是油烟 对家家户户都有 对你去餐厅吃饭 家餐也会有油烟 还有马路上面的那些阳城 马路上如果没有洗得很干净的话 那车子开过去就阳城出来 那这可能是台湾目前造成PM2.5的几个主要的来源 这个我们喜欢挂在嘴边 有一种词汇叫做CP值 那我把老师的这个专业研究的这个领域 我用一个听众朋友可能会想要特别了解 就是做哪一件事情CP值最高 就是投入少少但是获得多多 所以您刚刚谈到这个前五大的污染源 也就是PM2.5的污染源 这个他们在目前的管制措施上面都已经有在做了吗 那这五大有没有降下来呢 管制里面其实以环保署现在的法规工具里面 他管的最上手的还是工厂 OK固定污染的来源 对就是工厂嘛 那我举个例子来讲 像这个电厂里面呢 我们统计从105年到108年这三年的排放量 他大概下降大概20%到30% 这有下降到三分之一的幅度 差不多四分之到五分之一来可能没有到三分之一啦 OK 大概有下降很清楚的 就是从105年到108年的数 因为工厂这个比较大的工厂 它都会有我们有一个联系自动监测的设备 然后可以随时去看到它 这个在环保署的open data的数据里面 其实可以看得到 那可是我们的车辆的部分 其实是没有什么太明显的下降 应该讲说它有一个部分 是我们的车辆数还是在稍微在上升 这个第一名的大货车 跟那个贡献第五名的这个自小客车 其实他们的这个排费 对PM2.5的贡献 没什么变动 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因为虽然说我们一直有新的 车辆的管制标准 可是新的车辆它谈的只是新的车子 就是比如说我今年或去年刚买了新车 对啊那旧有的而且还越排越多 对啊旧有的其实很多是老旧车子 所以环保署为什么一直在推动 所谓的老旧车辆的一个台湾的政策 这个也是我们其实 其实最早是我建议的 这个就是说其实老旧车辆一部 同样是一部车辆 它排放出来的污染物 可能新的车辆的好几遍 所以说我们说我们就说这部车子 台湾有台湾的这一些产业的特性 对不对 那就是说有很多 它就是靠那一辆它的维生的工具 在那个里面 所以后来环保署推所谓的补助政策 不过我觉得补助政策应该是一个配套措施 还是要从法规里面 比较有法制效益里面去强制去推动 这一部分的那个车辆的台湾 对因为现在主要 在这个抗议了之后 我们看到主要补助是补助什么呢 是补助加装滤烟器吗 它有两个 一个是补助加装滤烟器 那另外一个部分是说 如果你换成新车的话 那新车会有一些贷款 或是优惠 对 不过听起来在这个吴老师您做的研究里面 其实太换换新车 这个可能才是对于空污的减量 会有显著成效的一件事 因为大货车会产生影响PM2电污 主要来源并不是它的黑烟 而是因为大货车里面 它我们通常说它的氮氧化物的排放量是比较多 因为那一艘柴油 所以柴柴油里面它的氮氧化排放量比较多 然后会转化成PM2.5 会转化成PM2.5里面的硝酸炎 那我们最近几年的数据里面 其实也告诉我们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说我们在PM2.5的浓度比较高的时候 也就是说PM2.5的24小时 能够超过35以下 就是所谓空气品不符合的时候 其实它上升的量 绝大部分都是来自于 那个氮氧化物所形成的硝酸炎 对啊 所以说这部分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它也是应该是要去管制的 甚至我们自己实验室有去做分析 把105年的台湾大概3000多个样品 跟108年的3000多个样品里面去分析 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 硝酸炎在PM2.5里面的占的比例是上升的 哦 怎么会这样 我们明明加到力道了 就是说我们在氮氧化物的管制的力道 应该是不够的 应该要再加强的 就是我们PM2.5的浓度有下降 但是这个下降应该主要是来自其他的项目 那但是氮氧化物是一个我们觉得应该要去管制 因为第一个是 你看到就是说你PM2.5的浓度上升 主要的来眼都是来自于氮氧化物 就形成了硝酸炎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从105年到108年 其实没有看到 其实是反而看到氮氧化物的在2.5的比例是上升的 这春夏秋冬都是这个样子 这一点相当值得重视 我帮听众朋友问 其实近在我们生活周围的餐饮油烟 这个这几年有下降吗 餐饮油烟的数据里面比较没有那么及时 但是我的感觉上它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因为我们现在外食的比例其实是越来越高 是 所以说这个部分我的意气 基本上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就是有下降应该也是很少的比例 因为我们有去做过分析 这个分析是比较旧的 是比较102年跟105年 我们发现那个时候 跟参与有关的一个叫做有机碳 它的量其实是上升的 对102年到105年 对那105年到108年 这段时间我们是还没有把它做出来 但是就是说在油烟的管制里面 至少在102跟100我们看到是没有看到有明显的下降 各位听众朋友 我们为什么在这几集的节目里面一直跟大家谈 PM2.5相对比较少谈其他的污染物 因为台湾的空气品质的指标的六大污染物里面 这几年其实六大污染物大概都有一些些改善 可是PM2.5的平均浓度仍然严重超标 我要请教老师 这个刚发生的事情 政府 其实联合国早就把PM2.5列为一级致癌物 那八年前政府其实定出的目标的年均浓度是 大约是2020渴望降到年均浓度15微克立方米 那这个目标其实已经比起WHO的这个目标10相对 15其实是对于人体的危害还是有相当程度的 如今政府延后到2023年了 您的看法和主张 我想当然是应该要再加把劲 这个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我们当然希望空气品质能够越低越好 那联合国的石基本上是一个 不是一个标准 它是一个概念 也就是一个参考的一个规范 可是越来越新的研究 其实告诉我们 PM2.5对健康的影响其实是没有预知 也就是说没有说小于哪一个龙肚子 它就没有影响 对所以意思是说 其实它的危害 大家真的要注重 可有可能一点点就对某些敏感体质影响很大 对所以说 这个整个延后 这个改善PM2.5的部分 其实隐含的 大家都付出很多其他的健康的成本在里面 那为了要如果说要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就是我们应该要把我们的这个空气汚染 造成了健康影响的效应 应该要把它纳进来量化 然后这样子大家就会比较有感受说 其实我举个例子 这个例子是我们同事之间的一个很有趣的例子 他的小朋友在美国长大 到差不多五岁以后回台湾 可是他回台湾以后就一直流鼻血 哎呦严重 不是感冒流鼻水 是流鼻血 流鼻血 因为他有一些其他的身体比较敏感 对那后来他 就因为他在美国生长没问题 就后来台湾就这样 他后来就他至少就又搬回国外去 这当然是差不多15年前的事情了 所以说其实空气汚染隐含的 就当然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就是说他隐含的有很多 你要负担的健康的成本 这个健康成本 比如说像主持人你刚刚提到的 你可能在国外就不会感冒 这边因为空气汚染 加上我们潮湿其他因素 就让你比较容易感冒 那也不一定是你感冒 搞不好是你家小朋友感冒 那小朋友感冒 你可能就要带他去看医生 要带他去看医生就要请假 这个就是我们在生活中 无形中付出的很多的成本 只是大家可能没有去注意到 所以你问我说怎么样 我们当然希望政府再继续 多加强努力 这个不过我要先讲一句话 这个老师都是渐言而已 老师没有决定请 各位听众朋友 这个老师是开玩笑啦 事实上在民主国家 人人都是总统的老家 所以我们做这个节目是希望可以让更多的听众朋友 我们理解到就是我们的代价到底是先付 就是还是后付 后付的时候有一些事情 不是付出钱就可以挽回的来 例如健康 谈到健康风险这件事 我们要来请教老师关于有害空污物 HAP的这个东西 专有名词这个建设出来了 我解释一下 这个有害空污物呢 其实当中就包含了重金属啊 试剂之毒 带要吸纳 酸性气体 挥发性的 有害的污染物啊 那这个事情 其实四年前 当时预计要管制 预计啦 大概八十多项 七十三项 对对 七十三项 说到八十项太多了 七十三项 但是如今下修到二十多项 老师 我先请教你哦 那个 这些气体主要来源是什么 是工厂吗 以外空气污染物 第一个 我觉得台湾在这一部分的步骤 其实是慢了很多 PM2.5在美国 它基本上是1997年 立法开始管 这是二十年前了 1997二十年前了 1997年 那我们是2014年定 2014年来2014年定 所以说是比较慢 但是基本上还是 那以外空气污染物 在美国是1990年就定法了 那我们一直到两年前 空污法才比较有系统的 把它定进来 所以说这一块 基本上是 我觉得是步骤慢很多了 那以外空气污染物 顾名思义 就是它是讨论一些 对人的健康有影响的污染物 所以我们在评估的时候 只要是评估它对人的健康影响 那对人的健康影响 这些污染物的来源 就包括很多种 包括我们习惯上把它分成 有一部分 像是属于气体的 叫做挥发性有机物的部分 像本 像E3丁2C 像前一阵子在云林卖料 炒过的那个利息单体 VCM 那这个大概是属于 以外空气污染 属于那个挥发性有机物 那它还有另外 这个是属于气态的 它还有一部分呢 可能会是属于固项的 那像是重金属 重金属里面就会有 就会有 比如像重金属里面的这个 六加肉或是六加个 然后镍 那这些重金属的成分 那台湾最早在 还没有空污 还没有修的时候 就经济与你这些草案 那当初我印象都没有 就是它当初最早是 希望管72项 那就像美国 要美国一开始订的时候呢 它是一计管168项 可是其实168项 没有办法同时做啦 所以美国当然也是分批去做 那台湾这73项里面 老乡也不可能同时的做 因为甚至有一些东西 我们现在都还没有 标准的检测方法 所以说理论上 它应该要分批去做 这个方式里面 我想我个人觉得是OK的啦 叫它分批就 因为其实美国当初也是这样做 那可是分批就是要去筛出来 哪一些要先 哪一些要后 那这一块的部分里面呢 可能就会有一些变成是说 以目前的资讯里面呢 台湾在 虽然这个议题被大家讨论了很久 可是我们其实目前没有一个比较有系统的 一个环境里面的真正的监测的数据 所以如果以这个议题来讲 我觉得我的建议是应该环保署 应该要马上去设定一个像 我们传统六项空气污染的这些监测 我们的PM2.5虽然在几年前开始管嘛 这大概也没有超过十年嘛 我们PM2.5其实是从1995年 就台湾所有的空米车厂节目都设了 所以当初大家如果想 我们已经浓度怎么样 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我们已经很多数据 那知道要怎么去管制 那现在是大家想管 可是没有数据 对啊 对那环保署应该赶快 在这些空品测站里面 要加入这些部分的这个测量 对 就是说 技术有难度吗 目前来讲 应该我们现在谈的 比如说环保署 第一规范的 不管是22种或29种 它的监测上面 方法 技术上面应该都没有问题 对啊 对 那这个部分是 其实是我讲的 我其实在两三年前就建立 应该要去设 其实说 当然这个需要经费 那当然你也不一定要把全团 76个测站全部都设嘛 你可以比如说挑几个重点 然后北中南或各县之间 挑一些去测 这个一定要去做的一件事情 那我的理解 环保署目前是还没有动作 真是的 老师还那个很客气的说 我的理解 这个 大家其实都在盯这件事 大家都急得不得了 希望环保署的速度 还有气土星能够加快一点 这两件事都同样很重要 帮大家问一下 其实这个秋冬季到了 那受东北季风的影响 会把这个大陆的空污给吹了过来 目前还是境外移入大概在秋冬季占三分之一吗 我们的空污 这个数值还正确吗 境外移入的影响大概最大的是在秋冬季啦 那它的影响基本上其实是下降 应该下降了 我做一个我们研究分析的数据的结果 我们在比较2012年跟2015年的数据的时候 那因为这个2012年跟2015年台湾的环保署也会出一个叫做空气污染的排放清测 也就整个台湾详细的排放量资料 然后我们用那个东西跟我们刚刚去做了 以前做过那些研究 结果去发现一个 其实是蛮 觉得有点难过的结果啦 就是说 我们后来发现我们105年的下降 有超过一半以上是来自于境外的改善 真是的 老师您刚才是一开始讲2012跟2015 后来变105 2013跟2016 对不起讲错了 102年跟105年 对 我们后来发现那个结果 我们后来发现 是有改善 我们看到的改善 可是这改善的原因里面 当然有一部分是台湾自己做的 可是有另外一部分的原因 是来自于境外的改善 而且那个境外的改善的比例 超过台湾自己的 了解 境外改善的那个力道很大 所以现在我们如果还说 这个我们的空屋 隔壁要负责任 这个话呢 其实我们自己可能说之前 要好好的先自我检讨一下了 真的是这样子 这个空气污染的防治法 它的修正案 它作为一个母法 那2018年的时候 其实立法院三读通过了 许多的修正 那当时环保署 听众朋友帮大家复习一下 当时强调了 这其中的五大亮点 其实都跟 跟大家呼吸的空气息息相关 包含增定了好邻居条款 增定了工厂源头的 这个管制的机制 然后移动污染的管制措施 听众朋友移动污染一直在讲 就是交通工具啦 那提高法则 然后追缴不法的利得 以及增定了吹哨者条款 这五大亮点 不过后续其实还有超过百个执法 刚刚说到的是母法修订嘛 那执法其实还要再去待定 那我刚才讲的是2018 那现在一转眼2020年要过完了 老师 您认为发展了这两年下来 还有哪些事情其实是可能还不足的地方 没有去注意到的地方 我们这次空无法的修订 其实是蛮大的啦 是 就像你刚刚讲的 我们空无法修订的母法修订 还要听听他相对应的细则 跟相对的执法 所以一共有一百多个执法要去修订 所以工作量其实是蛮多 可是我的感觉是 其实法规法律是人定的啦 那怎么样去落实执行 我想这个是最大的关键啦 就是空有法不足以承示啦 那 土法难以执行 对 所以后面的怎么样去落实的一个执行 这个其实牵涉到是新政的魄力 所以我的看法里面 不是去看法里面还有什么东西也没有定的 目前法里面 你要用的工具大概多多少少都有了 那这个剩下的就是你大概有多少的破例呢 好好去落实这些法里面所定的这些相关的内容 就像说 虽然环保署在刚刚谈到的油外空气污染路 在母法修订之前 这个就应该去准备了 可是母法过了现在两年了啊 怎么都没有开始正式执行 OK 我想这个是一个在工作执行里面 大家会比较迫切希望去看到的 一个很落实所有的法律的一个执行的一个工作 对啊 怎么这个明明有法律给了他牙齿 但是他没有好好的咬下去 对啊 所以我觉得是落实执行 以目前这个阶段来讲 落实执行应该是一个最大的重点的工作 这几年其实大家的关心 其实给了他们名气可用 但是就看政府对于这些财团 还有可能有一些争议议题上面 这个配套的措施 然后沟通的能量 这个要做的到位 然后空污才能够真的把它有具体的减缓下来 我今天非常感谢成功大学环境工程学系的教授监系主任 吴逸琳 吴老师接受我的专访 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 听众朋友 我们在前几集的节目里面 我们有谈到过 曾经是高度污染区的 比如说欧洲 日本 然后北美各国 他们在调整了他们的工业能源交通都市计划 等等的政策以及相关法令之后 问题有逐渐的改善了 其实空气污染的问题 在今天的节目里面 我们听到吴教授的分享 我们知道他并非无解 但是包含了优先解决的优先次序 或者是健康风险 不论是用哪一个角度来看 其实空污的下降需要多管齐下 而这当中可能要付出的阵痛 听众朋友 这时候我们就要抉择 到底我们是要在前期先付出代价 还是我们要到了 事情已经相当的严重了之后 我们才付出代价 但是却不一定追得回来 已经丧失的蓝天或者是健康 再一次的感谢听众朋友今天的收听 我是陈伟 这个节目是由台大风险中心 跟NITS Radio所共同制播的 祝福大家平安喜乐 下周再会了 拜拜 拜拜